讲完他怎样预备他的讲章 很多人都问一个牧者 或者一个讲员怎样预备他的讲章 我简单讲一下怎样预备 那我简单讲一下 我是怎样预备的 这个情况当然是要祈祷 第一个就是要祈祷 熟读经文 要熟读经文 然后就去识经 然后就是解释那个经文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要投入在那段经文上的感情上 就是你要投入到那个经文的感情 究竟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 究竟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作者或者是受众语 无论是作者还是听众 究竟当时候他们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当时他们的感受是什么 所以当我预备今日的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预备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当我投入在保罗讲这番话的时候 当我投入保罗讲的这番话的时候 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 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感受 一个牧者要离开他自己的朋友 那一个牧者要离开他的群羊 他的心里面究竟是怎样的呢 他的心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我就从这个方向来思想他的经文 那我就从这个方向来思想今天的经文 就盼望我们一起来到他经历 保罗他这份的心情 看我们一起能够体会到保罗的心情 在《诗团传》里面出现了很多篇不同的讲章 那在《诗团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讲章 有向犹太人讲的 有向犹太人讲的 向外邦人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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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会或者法庭上面这些环境来宣讲的 在工会和法庭这样的环境来讲的 有很多很特殊的情况 在十九章里面在动乱的时候来讲的 还有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在十九章的时候在动乱的一个情况来讲的 当我们往后继续去看《诗团传》的时候 还有五篇的讲章 那我们从今天网络的经文看 那还有五章的圣经 保罗就在向犹太人和罗马的官员 在他们面前来宣讲 那保罗在罗马上和犹太人在他们面前讲话 在我们眼前的这些经文主要有共同的特色 这些经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 它就是福音性 就是福音性的 它在宣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就宣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就要圈免人来灰改归向上帝 所以劝勉人毁改归向上帝 而只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 所有宣讲的信息 但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所讲的信息 不是福音性的 不是福音性的 不是福音的 也不是一些护教性强的经文 也不是护教性强的经文 而是保罗向着以吉所的同工 他们做出一个临别的丁灵 而是保罗向佛所的同工 做一个临别的丁灵 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这个宣讲里面 他这个语众深长的心情 那我们看一看保罗在这份临别丁灵的时候 的语众深长的说法 更加可以看到保罗他靠近看重的问题 更加可以看到保罗看重的什么 经文很长 我们不会重读这些经文 那今晚我们很长 我们刚才也读过了 我们先看第一个段 我们首先看一个第一个段 是17到21节 那就是17到20节 这个题目是生活制信仰生命的见证 在这里我们总结到一个就是 生活是信仰生命的见证 如果你有上网看一些不同的短片的时候 如果你有在网上看一些短片 你会看到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社会实验 可能你会注意到有一个很流行的短片 叫做社会实践 就是一些情况下 有些人专专为了一部议题 来做一些讨论 这个短片就是 有一些人为了探讨一些问题 是做一个短片 比如一些贫穷 被人欺凌 或者是种族的问题 或者是探讨一些穷困 被人欺负 被欺凌 或者是种族的问题 然后他们制造一个场景出来 然后他们制造一个场景 在这个场景里 看到当时的事情的发生是怎么样 那看看当时有什么反应 在这边经过的人 对这件事有什么回应 看看在身边经过的人 有什么回应 其中很多时候 就是一些 不同的人 他们很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 那在那些短片里面 慢慢是那些贫穷的人 反倒 愿意去帮助别人 反而那些衣着光纤的人 他们就走过就算了 当看不到 那反而那些衣着光纤的人 反而那些人 反而就是走过就视而不见 当我们看到这些短片的时候 很多人都心里面 有些烦思烦食 那我们看到这些短片的时候 我们反而会有一些反省 自己会不会有一天 就是这个光纤的人 走过就算了 那我们会不会有一天 就是那个衣着光纤的人 走过呢 如果我们有一部 隐藏的视频机 一天24小时 一直拍到我们自己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摄影师 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24小时跟随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可不可以很揭露出来 让人知道 那我的生命 可不可以很坦然地 让别人看见 让别人一眼就知道 你是基督徒 可以让别人看见 你就是基督徒 我就可以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 那我们就可以把儒让归给我们的天父 当从以弗所 来到米利都的掌路他们的时候 当把我从以弗所 那些长老从以弗所 以弗所来到米利都 如果在28小时看见 他们当中还有一些监制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长老中有监督 我住当初期教会的情况 按初期教会的情况 这些身份 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职责 其实长老和监督都是同一个职责 他们就要连同那些执事 彼此来配搭 他们就是和执事们一起彼此配搭 来到牧养教会 来牧养教会 让牧师或者牧者 他们能够专心讨告和宣讲上帝 能够帮助牧者和牧师 来专心宣讲和祷告 当长老他们来到之后 古罗就开始和我们说了这番话 但以弗所的长老们来了以后 保罗就跟他说 在一边他用了两次 他说你们也知道 他用了两次说你们知道 或者说你们也知道 古罗用这两次来说 其实想他们明白些什么呢 那保罗两次表明 其实他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一些什么东西 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为人是感言正直 就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为人是感言正直 保罗他这样来说 我们不其然会想到 在法罗尼加教会当时的情况都有一些两次 那我们保罗他讲这些话的时候 要我们想到 他在铁撒罗尼加的教会也是这样的情况 在法罗尼加前书二章一到十二次里面 保罗有一些相似的表达 在铁撒罗尼加前书二章 保罗有同样的表达 在我们看到保罗法庭提醒他们 他说你们自己原调得 这是你们知道的 这是你们知道的 这是你们可以做见识的 你们也认识的 所以他在这句话里 在这种经文里 他常常说 你们是晓得的 你们是知道的 你们这也是你们知道的 保罗为何要这样跟铁撒罗尼加 那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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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保罗在铁撒罗尼加宣广主导的时候 那些犹太人就开始迫害保罗 因为当时保罗在铁撒罗尼加的时候 讲道的时候 犹太人来设计来迫害保罗 于是那些在铁撒罗尼加的弟兄 他们就漏夜将保罗送走 所以当时在铁撒罗尼加的弟兄 连夜就把保罗马上送离开那个地方 保罗去到铁撒罗尼加之后 他继续在铁撒罗尼加宣广 那保罗去到比亚后 他继续宣讲上一个大 保罗就再没回到铁撒罗尼加的地方 保罗再也没有回到铁撒罗尼加去 当保罗在铁撒罗尼加的时候 铁撒罗尼加教会的人 就开始很多的谣言出来了 那当时当保罗离开了铁撒罗尼加以后 那很多铁撒罗尼加的教会 就有很多谣言起来 他们讲保罗的不好啊 那他们讲很多保罗的不好的地方 说保罗讲了他做一套 说保罗讲一套做一套 说他动机不良 说他动机不良 他来到铁撒罗尼加 我们的教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那说他来到铁撒罗尼加是他自己的目的 所以当保罗听见这些消息的时候 那当保罗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他就写信给铁撒罗尼加的教会 令他澄清他自己的动机和他的为人 所以他就写信到铁撒罗尼加的教会 来澄清自己的目的 今日的经文里面看到 那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保罗也都离开了 那保罗尼加所有教会的一段时间 那保罗也是离开了以弗所一段时间 他已经听见有些同样差不多的传闻 来到传到他的耳朵里面 那他也听到一些类似的传闻 传到他代百多年 于是保罗就召集这些长老来到 所以保罗就召集以弗所的长老来到 就要表明他自己的行事为人是怎样的 就要表明他自己的行事为人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在这里澄清他自己 过去三年里面在役所的服侍 所以保罗他讲到过去的三年 他在佛所的服侍 他怎样来到服侍 怎样来到牧养 他是怎样服侍而牧养这个教会 怎样来到教授 怎样守住他的信仰 他怎样教导 怎样守住他的信仰 面对当时的强权 他勇于宣告耶稣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当时面对当时的长权 他就是坚持 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 他叫人悔改来归向耶稣基督 叫人悔改来归向耶稣基督 我们要留意保罗在乡住 和他同工了三年一班的领袖 但是我们要注意 保罗讲的是当时跟他同工了三年的同工领袖 就是说过去的日子里面 这班人是和保罗一起去生活 一起去服侍的 就是说在佛所的时候 保罗是跟他们这帮同工们一起服侍的 保罗就是够敢在他们面前 来公开自己的生命 那保罗要重新在他面前 来公开自己的生活 要告诉他们 他告诉他们 他是一个如何的人 叫他们来去鑑别 要他们自己来间别 保罗是谁 因为保罗的生活和他的信仰是分不开的 他不会在人前做一套 在人后做一套 他不会在人前做一套 在人后做一套 在教会里面一套 回到家是另一套 在教会一套 回到家一套 所以他可以很理直气 在人前 你来看看我的生命 看看我的生活是怎样 所以他可以理直气重的在众人面前说 你来看看我是怎样生活的 就是说保罗的日常生活 就是他的信仰生命的认证 所以就是说保罗的生活 就是他的信仰生命的见证 顶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领受的恩怨是白白的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所领受的救恩 是白白得来的 而我们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个的救恩 来对相情 那我们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一份的救恩相差 耶稣基督不是想我们的信仰生活 是在教会里面发生 耶稣基督不是希望我们的信仰生活 只是在教堂里面发生 我们的信仰生命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表露出来 我们的信仰生活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他是重新上帝教徒的时候 他怎样说 所以我们看保罗 保罗重新上帝的话的时候 应该是怎样说的 是摩西怎样来到他再述说 他们在生命纪里面所说的 我们是看摩西 摩西是说怎么教导我们的 在生命纪里面 我们转过去看生命纪里面 所以我们看摩西在生命纪里面是怎样说的 他说 以色列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 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你们要尽心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 你的上帝 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因情教导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细在手上为字号 戴在河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 并你的城门上 我们留意下半段的经文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下半段的经文 他提到他 无论你坐在家里 再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他是说 无论你是在家里 还是行在路上 或是躺下 你都要谈论 但要留意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顾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还要细在手上 还要放在河上 又要放在你的屋的门眼上 还有城门上 不是 蒙西当时所说 不是做一个装饰品 但是摩西说这样的话 的意思 不是叫我们拿着这个经文 作为装饰品 不是拿着上帝的经文 你要成为一个装饰 就是送给人家 那不是拿着这些东西 作为一个装饰品 来显示送给别人 而是要提醒我们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需要活出上帝的话语 而是提醒我们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说 我们应该活充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的信仰 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的信仰 就在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生活也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生活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帮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展现出信仰的生命 所以希望我们的 帮我们的生活能够展现我们的信仰 成为一个真实对影响力 为主而活的信仰 成为一个具有生命力 有影响力 为主而活的基督徒 道命是侍奉生命的动命 这个是由22节一直到27节 那是从22到27节 那是从22到27节 我们回到台湾 17节到21节 普罗讲独化 你会表达你不也知道 那我们回顾在头17节里面 保罗说到你们晓得 你们晓得 你们晓得 因为保罗在讲他以往的生活的事情 看他的历史 看他的真实的事情 没有得改变 因为保罗说到他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那是一个历史 那是不改变的东西 但是去到23节开始 普罗就要他讲到两个不同的情况 那在23节开始 保罗讲到两点不同的情况 第一个他说 但知道圣灵 第一个就是但知道圣灵 去到25节他讲到 如今我求得 那在25节就讲到 如今我成 他不论是讲知道或者是求得 他不论是讲到知道还是想得 保罗是要将这些领袖的目光 从过去带到将来 把罗是想把领袖们的目光 从过去带到将来 哇 底子不好不好啊 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 那听众姐妹们 知道将来要发生事情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就可以趋吉比空 是不是我们知道以后就可以趋吉 我们知道将来怎么发生 我们的人生路就可以怎么走 如果我们知道将来怎么走 我们就知道 我们如果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 我们就可以知道将来怎么走 我们相信这是大部分人的心声 我想这是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的心声 但是你看看保罗 他看见他知道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保罗 他说他知道些是什么呢 保罗所知道的 我相信不是大部分人 所向往的那种幸福 我相信保罗想 他所知道他的未来 不是大部分人所向往的那种幸福 保罗知道他能晓得的 是将来有捆锁患难在他面前 保罗他所知道的 他的将来 是要有捆锁和患难在前面 顶之母你问一下自己 弟兄姐妹们 你问自己 你知道前面有困难有捆锁 你会不会去 如果你知道你的前面有困难有捆锁 你还会向前吗 你是保罗 你会怎么决定 如果你是保罗 你会怎样做决定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癌苦 我相信没有喜欢受受宠 没有人喜欢过家庭的生活 没有人喜欢过艰难的生活 更何况告诉你 前面会有生命的危险 更何况是生命的威胁 你会不会踏入这个危险困所里面 那你会不会像保罗一样 踏进这个困属和危险里面 大部分人都不会朝这个方向 大部分人都不会朝这个方向走 不过保罗 他知道困难在他前面 他仍然去 但是保罗知道困难在他前面 但是他依然去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即是 或者是保罗所讲的照命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照命 什么叫即是 什么叫照命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 就是保罗所讲的 执事和照命 那什么叫执事和照命呢 这个当然我们要回到 在使徒困难主义的第九章 保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回到 使徒行政第九章 发生在保罗身上的事情 我拍梦底节目都记得 保罗当时是 你都是pick back基督徒的 希望大家都记得 当时在第九章的时候 是记载着保罗正在要去破坏基督徒的路上 当他拿到这个首领的时候 他就讲讲大马式 即是大马士革的地方 来准备去七部这些基督徒 当他拿到他上司的首领的时候 他是准备去到大士坡去逮捕基督徒 在这个路上 他突然看到有神光在他眼前出现 但是在路上 他突然有强光围扰着他 于是他自己扑到在地上 于是他爬在地上 然后他就听见有这个声音跟他说 然后他听到有声音跟他说 他说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要逼回我 然后他听到声音说 扫罗 扫罗 你为何逼迫 保罗就说 主要 你是谁 保罗就说 主啊 你是谁 主就跟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起来 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主就对他说 起来 我就是你所被迫的主耶稣 起来 你要到城里去 当发生这件事的时候 在另外一边 上帝也在安排着另外一个人 去握穿了阿拉利亚 来帮助罗 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上帝也派了一个人 来帮助罗 当然阿拉利亚的身上有很多的挣扎 那要派来的人就是亚里亚 他当时心里有很多的挣扎 我怎么可以帮我 逼迫我们所有的人呢 他觉得 我当时为什么要帮助一个 逼迫我们的人呢 但主对阿拉利亚这么说 但主对亚里亚说 他是我所揀算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官皇 并意识的人面前宣讲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我为我的名必须受他多的苦难 主对亚里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多的苦难 当保罗去着大马士革 他找到阿拉利亚的时候 阿拉利亚就为他施食 当保罗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 找到亚拉利亚 亚拉利亚就为他施食 亦让保罗去领受主给他的职食 即是照明 顶姐妹 从那天起 保罗的生命就改变 弟兄姐妹们 保罗从那天起 他的生命就改变了 我们看到保罗在小徒行传里面 很多宣讲的时候 他都是受到逼拜 我们看到保罗在宣讲主道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受到逼迫 被殴打 被拉到弱肉 你殴打 进监狱 甚至乎 差不多打到要死 甚至打到快要死 但是每一次是伤減他的生子 但是没有一次是消解他的心智 没有一次令保罗后退 没有一次令他后退 所以这次终于他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知道和以往的经历有点不同了 所以他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跟以往的经历会是不一样的 因为跟随到耶路撒冷 但他会知道更加严峻 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行事更加严峻 极可难是没有机会再回来 即是说会无命 他可能是再没有机会再回来 可能他会上帝 但是没有影响到保罗的心情 但是这没有影响到保罗的行程 我在想就因为保罗从他第一日开始 他就很认真来对待主给他的照明 因为在第一天起报 我就认真地对待上帝对他的照明 他的照明里面是包括了苦难 他的照明中包括了苦难 不是少少的苦难 不是少少的苦难 不是一次两次的苦难 不是一次两次的苦难 而是很多的苦难 当保罗知道他要接受苦难的时候 当保罗知道他要接受苦难的时候 他要去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要去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他身内一定有一个想法 他心里一定有一种想法 值不值得 这值得吗 值不值得我这样做 这值得我这样去做吗 以保罗的行为我们知道他是值得 以保罗的行为 我们知道他认为是值得 因为当他想到自己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 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 他是逼迫主的人 他竟然得到主耶稣的原谅、拯救 可是他竟然得到主的原谅和拯救 还会使用他 能够帮助他回到上帝的怀中 能够让他回到上帝的怀抱中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这个十字架上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死在这个十字架上 所以今天摆在他面前最大的苦难是什么 就是死 今天摆在他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困难 那就是要去死 但是保罗他自己怎么想呢 可是保罗他怎样想呢 我的死和耶稣基督的死 我怎样配得耶稣基督的死 可是我的死跟耶稣基督的死相比 我和我的死怎样能够比得到主耶稣的死 用我们所说的说法 我死十次都不配耶稣基督的死 就用我们自己讲的话 就是说我死十次都配不得主耶稣的死 所以保罗在弗洛比书里面这样说 所以保罗在弗洛比书里面说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就算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他就标发直下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值得上帝在耶稣基督内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场子 是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从上面找我来的掌赏 保罗很清楚自己在主面前所领受的照命和即使 保罗非常清楚自己在面前的招命和指使 虽然在服侍里面有不同的挑战甚至有危难 虽然在服侍中有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危难 都不会影响他的服侍 但是都不会影响到他的服侍 那我们的照命是什么 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照命是什么 那弟兄姐妹你的即使是什么 你的指使是什么 我相信除了被上帝的特别选选来服侍的人 譬如宣教士或者传道牧者之外 我相信除了一些上帝特别卷选 做宣教士和传道的牧者的人 我问到信徒你的照命 你的即使是什么的时候 当我们问到信徒我们的招命 或者说我们的执命是什么的时候 很多信徒都说我没有 这不是我负责的事情 可能很多信徒都会说 我没有 这不是我负责的事情 如果你这样想是错的 那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是错的 好了 在国伦多前书十二章里他提到 保罗在哥利多前书十二章里他提到 他说因此言有分别 性灵却是一位 即使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功能也有分别 上帝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混行一切的事 保罗提到 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即使也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公用也有分别 上帝却是一位 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恩赐、即使、公用都有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 在上帝的国度里 恩赐、执事、公用各有不同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挥 主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即使 和我们发挥不同的功能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挥 足可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执事和公用 我们的重点就是服侍三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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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上帝就会将能力、恩赐来赐给我们 上帝就可以把能力和恩赐赐给我们 来佩合我们的照命、我们的即使 来配合我们在上帝面前领受的指示和招式 当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呼求的时候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向上帝呼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彼此配搭 我们就可以彼此配搭 在主的面前来领受 在主的面前领受 当我们配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发挥出这种功用 那我们彼此配搭的时候 就能够发出上帝给的功用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操练我们属于的生命 我们要行切祷告 我们要行切祷告 勤读圣经 勤读圣经 求圣灵帮助 培养自己有一对属灵敏锐的眼光 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出人和事 能够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人和事 如果当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和事 触用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如果我们当时看到不同的人和事 来触动我们的心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求闻上帝 我们就可以求问上帝 是不是你要呼召我来接触这些人 你是要来呼召我来接触他们吗 是不是你来呼召我来做这些服侍 是你呼召我来做服侍他们吗 说不定 这个就是你在主面前领受直视的第一步 说不定这个就是你在上帝面前领受你的职份的第一步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事工 就是因为这样而开始 那我们因为就是这样看到 很多事工就是因为这样开始 若是主的心意 如果是主的心灵 主必定会成就 主必定会成就 弟兄姐妹们 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主面前领受主给我们的直视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上帝面前领受我们的直视 一生来服侍主 医生来服侍主 我们下去看看保罗最后一个段落 和这帮同工怎样来说 那我们看看下面最后一个段落 保罗如何跟他们的同工 我们的题目是真道是属灵生灵的根基 那我该括的题目就是 真道是属灵生命的根基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这一番的 这个是最后的一番的说话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保罗是最后的一番说话 虽然我们听到 好像保罗只是跟监督长老那样 虽然我们看到 保罗是面对教会的监督和长老说话 但是对今天我们 现在来的读者来看 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今天 我们作为每一个会众 都是非常重要的 纵然在处境上面 我们有点不同 那我们今天跟过去 他们那个时候的处境 虽然有不同 但是我们的原则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的原则应该是一样的 保罗在这里提醒 那我们当时保罗提醒 监督长老相信还有执事们 他们的职份就是要牧养教会 你看看这是圣经的观念 由于上帝的教会 是耶稣基督以祂的生命 祂的补却来买回来 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 用祂的宝血和生命买回来的 所以教会本身是一个非常珍贵的 所以教会本身就是十分的珍贵 作为牧者 就是刚才所说的长老执事和监督 就是我刚才提及的就是长老监督和指使 保罗就特别提醒他们需要感受 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要谨慎 还有需要警醒 需要警醒 因为保罗知道当他在这里的时候 那些攻击者已经来攻击他们 来攻击教会 保罗知道当时他在的时候 已经有攻击的人来攻击教会 保罗用这个恐怖的柴狼 来描述那些敌对者 保罗用凶狠的柴狼来描述那些敌对者 那些柴狼在虎视眈眈 柴狼在虎视眈眈 保罗在那时候是这样 那后方当保罗不在的时候 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那当时保罗在尔波索的时候已经这样 那保罗离开尔波索会怎么样呢 甚至当保罗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了 究竟这班尔波索的教会的长老执事 和监督 他们要怎样提醒他们呢 那保罗知道他离开尔波索 就可能再没有机会回来了 他应该怎样提醒他们呢 所以保罗在那里再三提醒他们 就是要谨慎 要警醒 那保罗提醒他们就是要谨慎 要谨慎 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个 都是教会的一部分 弟兄姐妹们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教会里的一部分吗 我们都需要谨慎 谨慎 我们都需要谨慎 需要谨慎 我们都是用了一个很珍贵的身份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 长老 监督 执事 作为教会的蒙养人 这些长老监督和知识作为牧养人 当然他们需要按着保罗所提醒他们 要谨慎 要谨慎 当然他们就是你应该谨慎和谨慎 但是谨慎和谨慎并不是他们的专利 可是这个谨慎和谨慎 不是领秀们的专利 正如我刚才所说 是属于每一个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是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需要做的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 在福音书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的教导 耶稣他这样说 我说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 无我的名义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他多样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谨慎 便得有人迷惑你们 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义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同样地在福音书里面 有很多次记载 耶稣的教导门徒需要警醒 所以在福音书的其他章节里面 看到耶稣提醒门徒们要警醒 在赫西马里面 耶稣是这样的 在科斯马里面 耶稣说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人用迷惑 总要警醒祷告 免得灭冷 入了迷惑 耶稣的门徒在福音书里面 他们在福音书里面 工作当中 也是最前线的一班工作者 所以耶稣的门徒 是在福音前线的工作者 我们看在赫西套行传里面 我们看见 在执事里面 有史提反和菲利 他们直接参与福音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像习凡这样的 和保罗 他们就直接参与了福音的工作 我们看见在使徒里面 有彼得 有保罗 他们不慈劳苦地 去到不同地方来传统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和彼得 他们不辞劳苦 去到各个地方来传统 但是他们去到哪里都受到攻击 可是他们去到哪里都会受到攻击 所以他们能够有亲身的经历 知道那些恐怖的柴狼 如何来攻击食物 所以他们自己有亲身的经历 知道那些凶狠狠的柴狼 如何来攻击他们 他们如何去曲解他们的教育 这些人如何驱及保罗他们的教导 如何去诱惑那些信徒离开真道 这些人如何诱惑信徒们去离开真道 这些事情发生在保罗的眼前 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保罗的面前 所以我们就能够明白 保罗他很体会到耶稣的教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保罗非常有深刻的体会 耶稣教导他们要警醒 要警醒 要谨慎 来去面对仇敌的攻击 要谨慎 谨慎 来面对仇敌的攻击 有什么可以来抵挡仇敌呢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抵挡仇敌呢 保罗的方法就是说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成性的人同德基因 保罗就对领袖们说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 这道能建立你们 叫你们和一切常圣的人同德之基业 弟兄姐妹们能够对抗凶暴的柴落 不是用刀 不是用枪 弟兄姐妹们能够对付凶狠的柴狼 不是用刀 不是用枪 而是用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就是圣经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言 而是用的是圣地的道 就是圣经 就是圣言 以法所书里面提到 我们要穿起全腹的军装 以法所书里面提到 我们要穿起全腹的军装 因为这样我们在磨难的日子 我们就能够抵挡首帝 这样的话我们在磨难的日子 就能够抵挡朝天 就能够成就一切 还能够站立不住 就能够成就一切 就能够站立不住 记不记得那副文章是这样的 你们记得那个军装是什么样的 是用真理来做带子来促腰 是用真理做带子书腰 用公义当作护身镜遮胸 用公义当护身镜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 此外又拿着信德做盾牌 可以面尽那恶者一切的果斥 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不见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保健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道 就是上帝的道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抵挡仇敌就是要用上帝的道 抵挡仇敌就是要用上帝的道 所以你会明白为什么牧者经常提醒信仰 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牧者们常常提醒我们 读经 祈祷 灵修 我会加上你要传福音 提醒我们常要读经 灵修 祷告 我再加上传福音 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功架 因为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但不要忘记这个基本是最强大的武器 这个基本也就是最强大的武器 如果我们不打好我们的根基 当仇敌来到他偷窃杀害毁坏的时候 当仇敌来偷窃杀害毁坏的时候 我们全部束手就行 我们就会叙手避挤 鼎姊妹 请你明白牧者 其实是很能够体会到感受到 你的属灵生命的情况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知道牧者们 非常能够体感受得到你的属灵生命如何 所以我们才要不厌其烦地 啰啰嗦嗦来提醒你 要读经 祈祷 灵修 所以我们要不厌迟 啰啰嗦嗦的提醒 你要读 听 祷告 请你不要当作疑边缝 请你不要当真 因为保罗都是这样讲 因为保罗是这样讲的 耶稣都是这样讲的 因为耶稣这样教的 你要看重真道 你要看重真道 因为除了可以帮助你击败仇敌之外 那可以变成圣的基业 我们就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 那就是我们可以进入上帝的国度 盼望我们每一个 就要立志认真地对待真道 不要当作上帝的话语可有可无 不要把上帝的话语当只可有可 今天我回到家有心情 我就读两篇正经 那如果今天有心情就去读一下 明天我心情太乱了 工作太忙了 就将圣经摆上去 那明天明天工作太忙 心情太乱就把圣经放在那边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的生命是充满了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圣灵就可以很灵活地将圣言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圣灵就是通过圣言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保罗的讲道已经讲完了 保罗的讲道已经讲完了 我相信保罗对以不所的同工来说 这一篇的临练是固然令到人们伤感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保罗的这个临练丁明是会让同工们有一些伤感 因为很可能他一走就不会再回来 因为他可能一走就不再回来 但是令到人感动的是 保罗在这些说话里面的提醒和劝勉 但是让我们受感动的是 保罗在这些话里面的提醒和劝勉 让到以不所的长老监督和执事 他们回到以不所他们自己是教会的时候 好好来到牧养顺帝的教会 所以让他们这帮长老名秀们 回到自己教会可以好好地牧养教会 我们看看启示录如何来表达 那我们看看启示录怎么说 启示录的二章二到三节 启示录二章二到三节说 就是对着以不所的教会来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牢狠忍耐 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他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牢狠 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 却不是使徒的 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 成为我的牢狠 我的名牢狠 并不罚倦 这帮领袖回到以弗所 将保罗的教导 实践在他们的生活 实践在他们的牧羊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的这帮长老 领袖们 他们回到以弗所 就在教会里实现他们的 按照保罗所交给他们的来信 唯一好识记 可能当他们这样执行的时候 就缺乏了起初的安心 可是唯一遗憾的话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是缺乏了这种爱信 这个起初的爱信 就是他们当时如何去接待 去保护其他的人 他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心 就是怎么去接纳和保护其他的人 保罗的叮咛同样对我们很重要 保罗这番叮咛对我们 是非常重要的 那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在我们的信仰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信仰是我们的生命的见证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生活是我们的见证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信仰 信仰生命的见证 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生命的见证 生活就是我们信仰生命的见证 照命是我们侍奉生命的动力 照命是侍奉生命的动力 真道是我们属于生命的根基 顶着我们若果我们的信心 或者我们的智慧不足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如果我们的信心和智慧不足的时候 我们可以向那厚似于众人的主来求 我们的主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信心 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拥有一佛 愿意突破自己的生活 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愿意突破自己的心 来跟随我们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今天听到一个牧者的叮咛 我们今天听到了一个牧者的叮咛 祂叫我们的生命如何活出 主你自己给我们的福音这份恩典 祂叫我们的生命怎么合处 主给我们的福音这份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叫我们的生灵里面打开 让我们的心灵打开 将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面 把上帝的话语藏在心里 叫我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信仰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出信仰的生命 在众人的面前被人认得出我们是基督徒 在众人面前能够认出我们就是基督徒 我们的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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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